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向你感恩 在工作之宜 我们仍旧可以 带着渴慕的心来亲近你 也愿你的话语 是因我们人生的道路 给我们今生可以过得踏实 在永恒中 也有永生的盼望 愿上帝 今天晚上仍旧借着你的道 来建立我们 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根有基的基督徒 一生一世的节制来跟随你 愿神带领我们 还有一些弟兄姐妹 还没有上线的 求主祭礼他们 不忘记今天晚上的学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基督教信仰 跟其他的宗教 有什么不一样呢 从宗教礼仪上来说 每一个宗教都有礼仪 每一个宗教都有教规 每一个宗教都有教主 每一个宗教都有信徒 似乎没有太大的分别 然而基督教信仰的教义里面 的重点 不在于教导 重于生命的改变 所以基督教信仰非常强调 从最根本着手 是自根而不是自本 不是表面的装饰 外在的修改 再加上一些头脑上的知识 相反的基督教信仰非常强调 人与神的关系 人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 不是因为我进了一个宗教 叫做基督教 不是因为我接受了洗礼 而成为基督教徒 而是因为我接受了耶稣基督 透过圣灵的重生 我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上帝的儿女 正如圣经所说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而当我们谈到基督徒 是新造的人 的重点 并不在于外在的问题 而是在于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就像我们称 那刚刚结婚的男女 为新人一样的道理 今天我们要为这一对新人 祝福 这个新人并不是因为 他们穿新衣 乃是因为 他们从今天开始 他们的关系 是新的 过去是情人 现在是爱人 过去是非常要好 亲密的朋友 今天他们成了夫妻 这种新的关系 正是圣经里头描绘 我们在基督里 成为新造的人 如果一个人 还没有重生 成为上帝的儿女 他就无从认识自己的身份 他也无从 从新的生命着手去建造自己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新造的人 这个新人的观念 是我们不可或缺的 也就说我们的生命 是在基督里被赐以的新生命 我们到底是谁 这个是谁 将决定了我们接下来 我们的行为 如果我是一条狗 我的行为 就是一只狗 如果我是一只猪 我的表现 就是猪 如果我是一个人 我的表现 就应当是人 所以认识自己是谁 是非常重要的 他就像一棵树的树根 他看不见 可是 他却决定了 他的开花 他的结果 决定了 他整个书的价值 树根如果越深 他吸收的营养越多 他借的果子也丰盛 所以一个越清楚 自己到底是谁的人 他将会成为 不一样的一个人 你往往就是 你认为的自己 你认为自己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就会活出 一个怎么样的人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 斤斤计较的人 你对任何事情 你都会很计较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 很慷慨的人 你就会很大方 如果你是一个 不记恨的人 你对人一定很 体谅 相反 如果我是一个不好惹的人 人做我初一 我就会做回他事物 因为我认为 我是一个 不容易被欺负的人 所以一个怎么样的人 就会接触怎么样的样式 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认识自己是谁 不是透过心理学 不是透过哲学 心理学 有很多心理学的理论 哲学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这些哲学 心理学 将会影响一个人的观念 这个观念 也会界定他的行为 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堆 没有多大意义的血肉之期 你不觉得自己有灵魂 你就天天之下 你吃喝玩乐就是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命是非常高贵的 即使是痛苦 你也要好好做人 就像尼采所说的 我宁可做一个痛苦的人 也不要做一只快乐的猪 尼采的一生非常痛苦 然而 他活的还算是蛮精彩 一个人到底是谁 你认识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将会界定 你接下来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式 而今天我们要提到的 我们是基督徒 是上帝的儿女 既然我是上帝的儿女 我就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 并且我是一个蒙爱的上帝的儿女 我就要活出爱来 一个人如果从小 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头成长 爸爸妈妈吵架 爸爸不会原谅妈妈 妈妈记恨在心 他们很少讲话 吵架之后 他们可以一个礼拜不谈话 这些的印象都深刻在孩子的心田 他们没有感受到 家有爱 他长大以后 他也不懂得爱 他结婚以后 像爸爸 像妈妈 也没有一种爱的表现 只有苦毒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被爱 因为我们的生命 就像一块田地 需要水 去滋润它 这样一来才适合耕种 这样一来 种子才会发芽成长 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爱来滋润 不然我们会枯干 我们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生存没有价值 相反的 如果你和我很清楚知道 即使天下人不爱我 上帝也爱我 我开始慢慢体会 耶稣基督为我定死之架 所付出的代价 他对我爱的深沉 我不断地沉浸在他的爱中 我开始体会了爱 我生命就会慢慢地 慢慢地 将那些不必要的东西 从我生命中 弃除掉 因为爱具有洁净的功能 具有进化的能力 在爱里面 我们可以把仇恨拿走 在爱里面 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 因为我们是蒙爱的儿女 一个蒙爱的儿女 就活出一个蒙爱的样式 他开始去表达爱 他开始会爱自己 我们过去很多时候 在生命里头有很多挫折 你年纪越大 你看的东西越多 你会发现到人生其实正如佛教所说的 充满着苦难 做人其实是蛮苦的 可是如果你去看纪录片 看那些的动物 其实动物也不见得轻松 他们也是非常苦的 正如圣经所说的 自从最进入这世界 这世界就被苦难蹂躏 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果没有上帝的爱 我们就在苦中度过 人生变得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相反的 上帝爱我们 爱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死而家 正如圣经说的 上帝爱我们 将自己的儿子都舍了给了我们 因此没有什么好处不给我们 他爱我们也爱到底 他不是爱一半 像今天很多的夫妻只爱一半 有一些一半都没有 四分之一 他们就走人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上帝爱我们的爱 是爱到底的爱 所以我们要开始学习 用这种爱来看待自己 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计分牌 我今天拿几分 哦五十九分不几个 很消沉 第二天看看 哦更糟糕 今天只有四十八分 越看不起自己 越来越自卑 人生不是一个计分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爱我们是没有条件 不需要有钱 不需要有才干 不需要长得很漂亮 总之你和我就是上帝的儿女 是神所爱 我这样看我自己 我就开始学习自爱 当一个人能够自爱 他就会可爱 一个连自己都不爱自己的 又盼望别人爱我们 这是荒谬的 你说对吗 所以你和我一定要爱自己 无论你多老 你也是可爱的 无论你多小 你也是神所爱的 所以让我们大家都懂得爱自己 爱人如己 是从爱自己开始的 爱自己之所以会发生 是因为在上帝的爱里头 来看自己 因为上帝爱我们 这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基本 但是非常重要的真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 领受爱以后 深深觉得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就会开始去爱人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爱的对象 他不是一个东西 不是我与托的关系 I and it relationship 不是 是I and thou relationship 我与你的关系 你不是一个托 托是一个死的东西 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质体 你是一个有生命的人 所以呢 我爱你 你爱我 我尊重你 你尊重我 我不可以把你当作踏脚板 来达到我的成功 我不可以把你当作我人生过程中的手段和工具 我要把你当作一个尊贵的人 因为你是按照上帝形象受造的 因为你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 因此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称兄道弟也不羞耻 因为我们都同盟天父的选照 同成上帝的儿女 我们互相为兄弟姐妹 这就圣经里头给我们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深深感受到神的爱 也深深爱自己 圣经说要爱人如己 我就开始学习去爱别人 爱教会的弟兄姐妹 圣经说 如果可能 也爱众人 不仅爱我认识的人 也爱远方我不认识的人 他们也需要上帝的爱 我们愿意用具体的行动表达 把一点的钱财兼献给他们 帮助他们 不要老是把所有的产业 都给自己的儿女 你要一部分的产业 去帮助那些想要读书 而没有机会读书的人 他们有能力智慧读书 但是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读书的人 我们要帮助他们 给这些的孤儿 或者这些贫穷的孩子 有机会读书 我们人生就会变得不一样 因为我们遵照上帝的话所行的 我不仅爱我自己 我不仅爱我家里的人 我不仅爱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还要爱众人 因为众人都是上帝所爱的对象 当每一个人都有爱 当每一个人多一份体谅 我们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不一样 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而我们的生命也需要不断的成长 就在爱中成长 越来越可爱 很多生命里头的杂念的东西 污秽的事物 也会从我们生命里头 慢慢的把它洁净掉 丢掉 当我说我爱上帝 我就会遵照上帝的话而行 当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 那几年 我太太没在身边 我也照顾自己照顾得好好的 我也没有做任何 对不起太太的事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太太在等我 我知道我的孩子在等我 他们都是很可爱的 当你知道这份爱的时候 有爱 你就会守着自己 这是很自然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守节 心轻 每一个人都要保守自己 过圣洁的生活 无论是谁 都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跟有同性倾向的弟兄说 我说弟兄 你虽然没有办法脱离 同性倾向的这一个 这个吸引力 这几年来 我有机会跟他谈谈 可是他一直脱离不了 我问他 我说你看见姐妹 你会心动吗 他说没有 我只有看见弟兄 我才会心动 我说既然是这样 你就不要结婚了 我说 无论结婚 不结婚 都要过圣洁的生活 如果切事 这个成为你的困扰 你不能爱姐妹 你千万不要跟任何姐妹结婚 因为你会辜负他们 因为你不爱的人 你跟他结婚 你会辜负他的 这是不好 那么你呢 就过圣洁生活 也不可以跟同性的人上床 发生性的关系 你一定要守着自己 他说牧师是的 我已经决定了 如果我走不回来 我就不结婚 我要一生守独生 所以这是好的 这是可佩服的 这是神所喜悦的 同样的 一个结婚的人 要过圣洁的生活 一个不结婚的人 也要过圣洁的生活 一个同性倾向的人 也要过圣洁的生活 一个异性恋的人 也要过圣洁的生活 这才是神所喜悦的 相反的我们去犯罪 我们不仅得罪神 我们得罪别人 我们得罪自己的身子 如果一个人 去跟别人发生性的关系 他就得罪了他对方的家人 得罪了对方的妻子 丈夫 孩子 父母 他得罪了上帝 他又得罪了人 他也得罪了自己的身体 因为自己的身体 是神所救赎回来的 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我一定要过圣洁生活 我一定要把罪 从我生命里头砌除 不要因罪小而为之 不要因善小而不为 记得 永远记得 虽然那是一个小小的善 我也要去做 那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恶 我绝对不行 这样呢 来对付自己生命里面的障碍 除去我们心中的罪念 欲望消除 这样一来 我们生命就会长成基督的样式 越来越像我们的主 这是很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头 接受了耶稣之后 我们也发觉到 我们还会暖弱 人家得罪我们 我们还是会生气 那么也可能变成苦毒 因此记得 一定要把心中里面的伤害 到基督的跟前 求他医治 耶稣的宝血遮盖 耶稣的爱来扶平 我扶平了 我们内在的伤害之后 我们才有可能 懂得去爱别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让受伤的地方 没有去包裹他 他就会腐烂 他会生农 他就变成苦毒 今天有一些基督徒 生命充满着苦毒 夫妻之间不相往来 跟孩子也充满着憎恨 这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学习原谅 学习饶恕 学习放下 因为上帝如何饶恕我 我也要饶恕 那得罪我的人 这样的基督徒 才是智慧的人 千万不要让恨 成为我们的主宰 上帝是爱 当上帝主宰我们 管理我们 我们就有爱 当世界主宰我们 世界充满着纷争 所以你看现在战争到处都是 最近还有很多人 被拐骗到柬埔寨 到缅甸 我看见的视频 活生生的被杀死 打死 那些不听话的 你看了以后那些视频 我看到一半就关掉了 我看不下去 世界上有这么残忍的人 我们的生命 如果没有上帝的爱 我们变成苦毒 苦毒以后 我们就会杀人 我们说出来的话 也是充满着苦毒 使人生厌 使人难受 所以千万千万记得 我是要回到上帝的爱中 消除我心中一切的苦毒 一切的不满 让我会放下这一切 心胸宽广 最后呢 在人际的关系里面 除了我以自己的关系 我以神的关系 我以罪的关系 我以人的关系 还有跟鬼的关系 我们一定要处理 不要去接触鬼的东西 我们要放下 让鬼远离我们 正如圣经所说的 你勿要顺服神 抵挡魔鬼 魔鬼就逃跑了 要不然他像哄叫的狮子 到处游行 寻找可吞刺的人 那是很麻烦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定要记得 把自己的生命 朝向神 让神成为我们的焦点 魔鬼就对我们 无可奈何 如果魔鬼去敲你的门 你不要自己开门 你让耶稣去开门 耶稣一开门 他说对不起 我敲错门了 你去开门 他立刻进来 就跟你聊天 跟你做好朋友 然后就把你捆绑 然后就利用你 你就被罪恶 被魔鬼控制 被他使用 我们就成为一个非常可恶 可怕的人 这是神所不喜悦 所以千万记得 我们一定要远离魔鬼的事 包括罪恶 包括邪术 包括异端的宗教信仰 这一切的一切 还有许多的迷信观念 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 都要放弃 不要一边信上帝 一边听魔鬼的话 一边翻圣经 一边去看通书 一边去看像 一边去看星座 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 不要看那些东西 不要相信那些东西 专心的依靠神 相信主 那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今天和大家 一起思考的课题 接下来我要大家一起来祷告 我要大家很清楚的 跟神的关系 今天晚上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生命里面 请他成为你的主 赦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与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 这是非常重要 一个不认罪的人 一个不打开心门的人 耶稣的救恩 怎么会领到他呢 他可以听一百遍的道 对他也毫无益处 他可以在教会十几二十年 他跟这个教会里头的信仰 的主宰 耶稣基督是毫无关系的 这是非常非常可惜 你进了宝山 而没有领到宝 就离开了宝山 是的吗 所以让我们今天进入神的教会 听了上帝的道 特别你来上了这些课程 这时刻你明白了 你和我都是一个罪人 你认识了三位一体的上帝 上帝创造天地 上帝赐下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了架 上帝愿意差遣他的圣灵 住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就惨难的 开掉我们心门 请他进来 并且个别的认罪 过去有一些的罪 你自己清楚的 奸淫的罪也好 拜偶像的罪也好 杀人的罪也好 不论是口头在杀人 心里在杀人等等 我们都求主赦免我们 今天晚上 写禁 还有跟魔鬼断结任何的关系 不要他再来困扰我们 和我们的家 和我们将来的家 让我们过一个幸福的人 我们一定要跟魔鬼断结关系 我奉主的名切断 过去我成为 某一个宗教信仰的 神明的儿女 我今天要切断 我奉主的名切断 我跟他毫无关系 因为我认识了真神 我要耶稣基督 进入我的生命 每一个人都这样的祷告 好不好 每一个人开身 你在你的屋子 你在你的家 你在你的地方 你在你的办公室 你现在就开身 向神祷告 祷告完了以后呢 那我带领大家祷告 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 我祷告一句 你祷告一句 好不好 然后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在个别的地方 来开身祷告 我请弟兄姐妹 跟着我祷告 我祷告一句 请你们祷告一句 亲爱的天父 创造我 又救赎我的主宰 我感谢你 你将你的儿子给了我 为我定式在十日架上 我听见了你的道 我今天晚上 愿意打开心门 请耶稣进到我的心中 成为我的救主 我承认我的罪 求你赦免 我心中的苦毒 我过去拜偶像 我过去犯罪 的罪神 的罪人 我都求你 一亿的赦免 我过去跟那些宗教异端 邪术有关系 我奉主耶稣的名 切断 我跟这一些的关系 奉主的名宣告 邪恶的灵 不能再控制我 相反 圣灵 住在我心里 保护我 管理我 至到 建筑的面 我如此祈祷 奉主 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和大家强调的 因为 有一些的灵恩派的人士这么说 他说今天 你一直遇到不好的事情 是因为 你的祖宗犯罪造成的 为什么你会离婚 为什么你生意做的失败 为什么你会患上癌症 都是因为你的老祖宗犯罪拜偶像而带来的 因为圣经说 这罪 会临到三四代 可是今天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信仰叫做 好消息 就是福音 福音就是good news 好的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 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 把我过去这些罪污 全然切断了 全然消除了 因为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 是被咒诅的 耶稣没有犯罪 为什么会被咒诅呢 这是不可理议的 他为我们承受了咒诅 由于他死在十字架上 承担了我们的罪灭 因此今天咒诅已经不在我身上 如果我信了耶稣 咒诅还在我身上 就不叫做好消息 这就不是福音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肯定的 这一些人 凡是信耶稣基督人 罪已经得到了赦免 咒诅已经消除了 所以从今以后 我们只能专心的仰望 祷告神 不要再说老祖宗的罪 因为在基督里 已经被赦免 Amen 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的 一样的信仰 这就是福音 好接下来 我就把时间交给 我们的导师 来发问问题 我来回答 好的 谢谢牧师 我们今天晚上 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牧师 听主教徒 每次会对圣母玛利亚 做祈祷 这是否属于拜五相呢 天主教 有两个传统 一个叫大传统 一个叫做小传统 在天主教里面 过去的传统 告诉我们说 他们都在拜 圣母玛利亚 他们甚至有一段时间 把圣母玛利亚 当作神一样的来看待 他成了 人与神之间的忠保 特别在中世纪的时候 更为明显 他们沉寂了在欧洲 那种拜 你神的观念 引导到天主教界里面去 然而 梵蒂冈大公会议 第二次的大公会议之后 天主教 逐渐在变化 他们已经没有把圣母玛利亚 当作一种神明来看待 他们称玛利亚为最圣洁的女人 她是一个圣洁的女人 即便是最圣洁的女人 她也不是神 因此 我们看天主教今天的改变 如果是那一些小传统的人 他们仍旧在拜玛利亚 可是真正的大传统的人 他们开始改变了 他们开始回到圣经的真理 不把圣母玛利亚当作神明来看待 现在在神学界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在民间里面的这种传统 他们还是在拜玛利亚 他们还在亲吻玛利亚像的脚趾 他们认为透过玛利亚祷告是更有效的 可是 对于那一些 深深念神学 对圣经知识 越来越深刻研究的神学家 他们已经不再拜玛利亚了 这是我跟天主教界的人接触 和我看他们的书所得到的了解 而他们拜玛利亚对很多的天主教人士来说 他们认为他们不是拜偶像 他们是拜圣像 叫icon 不是idels 不是偶像 是圣像 他当作一种象征的符号 而并不是拜 偶像本身 那么他们向玛利亚祷告 他们叫转导 就好像我说 麻烦你请你为我祷告一样的道理 就是为我代求 为我代祷 那就是透过玛利亚向耶稣基督代求 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 所以耶稣母亲跟自己的儿子说 这效果会更好更大 就用人的思想去思想 这是不对的 可是无论如何 我们需要这样的去了解天主教 这样会比较正确 跟他们沟通起来 也比较容易得到他们理解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 也真正的了解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崇拜玛利亚 好下一题 谢谢牧师 下一题是 手机的用途胜多 大街小巷常常会看到人们在用手机 请问牧师 在什么情况下 手机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呢 什么叫做偶像呢 偶像就是 它占继了你的心灵 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它代替了神 那就是偶像 金钱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 当我日夜想着金钱的话 没有金钱 我就睡不着 我睡觉的时候也梦见钱 我爱钱 爱到这样的程度 整个思维都被钱所控制 所捆绑 钱就成了我的偶像 女人 男人也可以成为我的偶像 电影明星 歌星 也可以成为我的偶像 同样的手机 也可以成为我的偶像 如果我一离开手机 我就浑身不习惯 非常痛苦 好像那天有一种 试炼的感觉 没有手机 我就好像 失落了自己的生命 那这已经上瘾了 就好像一个吸毒的人 他不可以没有毒品 赌博的人 不可以没有赌 同样的 一个人玩手机到一个程度 一没有手机 他就不知道 下一步要怎么生活 他已经上瘾 手机已经成为了他的偶像 这是不好的 毒会上瘾 毒会上瘾 手机也会上瘾 因为透过手机 可以看自己很喜欢看的东西 在里头会寻找一种快乐 将来的世界 在科技界会走向所谓的元宇宙 以后我们随时 可以透过手机 也上了元宇宙 而元宇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不过在这虚拟的世界 你好像非常真实 你可以在里面 去创造自己的角色 去过自己的生活 你可以一天 大部分的时间 花在里面 然后又回到现实里头 吃喝了以后 又回到那虚拟的世界 将来 人会进入这样的一种状况 就虚拟的世界 就成为了他的偶像 这是非常恐怖的 如果你想将来的世界 会是怎么样的世界呢 就是一个不需要神 也可以找到满足感 而丢弃神 也一样会快乐 而这些快乐满足感 都是虚假的 而他已经代替了神 那就是偶像了 下一题 谢谢牧师 第三题是 我的一个朋友是听主教徒 他告诉我 在马来西亚听主教的神父 可以在年初一 华人的听主教会去烧香 祭拜教徒们的先祖 是神父代表众教徒 烧香祭拜追思 华人家属们的先祖先 基督教是不可以烧香的 为何听主教神父可以烧香 还有听主教的神父说 听主教徒可以烧香 祭拜先祖 只是不可以烧香 祭拜别的神 他们的理论是什么 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呢 天主教 曾经在中国传教的过程里头 一到一次所谓的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在清朝的时代 跟康熙皇帝 当时的教宗 跟康熙皇帝 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因为康熙下命令 所有的人都应该拜祖先 所有的人见到皇帝 都一样要三寇九拜 可是呢 当时的教宗 克利免 却极力的反对 就跟 教廷就跟 这个清朝皇帝 康熙皇帝 起了这样大的一种的对立 在这种对立中间 康熙皇帝下了命令 就开始反教 所有的教堂要关闭 结果就引起了很大的教难 也不少人被杀 那天主教就在那个时刻 面对了很大的困难 这是从教会的历史里头去看 因做这一次的教难 这一次的礼仪之争 天主教痛定思痛 认为祭祖是 中国人的一种的文化 是他们生根不能丢弃的文化信仰 从很早的殷商时代 按照中国历史记载 祭祖已经开始 所以我们既然到了中国 我们必须尊重 祭祖的这个理由 所以造成今天 天主教在痛定思痛之后 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就开始能够接受 祭祖的这样的一件 这样的一种行为 那第二呢 更重要的是在神学上 神学上在有一种叫做多马主义 这种多马主义的神学观 就是认为 自然启示是正确的 也就是这样的观念造成 他们认为祭祖本身是一种 合乎圣经上帝的一种的启示的方法之一 因此就认同这一些的不同宗教的礼俗 因此他们认为 几千年来中国的这一种的祭祖文化 应当也是神所喜悦的 也可以透过对祭祖的崇拜 来回应对上主的爱 的一种可行的宗教礼仪 所以这种观念是我们基督教不能接受的 我们基督教是启示神学 启示神学里头说 在天下地上唯一的只有上帝可以被敬拜 因为祂是天地万物的主 而作为祖先的人 祂还是人 我们应该尊敬祂们 敬主之好 不要去祭祖 所以我们反对祭祖 只强调敬主 所以天主教后期的发展 就走向了世界神学 从多马主义发展到世界神学 所有的宗教都有可能得救的 不是单单靠着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信仰 那这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 这也是让我们感觉非常担心的地方 你看在天主教里面 他们刚才提到像玛利亚祈祷 敬礼 对圣徒的祈祷 他们都做了 所以对老祖先来为他来献祭 他们做起来一点都不觉得困难和挣扎 可是我们基督教一向来都不这样做 因为祖先已经是强调的 他不是神明不能被拜 圣徒包括保罗 包括彼得 约翰 或者过去的先圣先贤 奥古斯丁等等 这些圣徒都不应当成为我们祈祷的对象 那这是基督教强调的 所以基督教绝对不会进行这个祭祖的礼仪 可是我们却会进行敬主的礼仪 敬跟祭是不一样的 祭是双手捧着肉向神明鬼神来献礼 这个叫做祭 敬只是一种心里深处对他的行为 对他的过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德 表示纪念的一种尊敬的态度 这叫做敬主 这是他其中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你问我为什么亲主教会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根据 可是圣经里头除了上帝之外 我们绝对不像任何的神明下跪 更不要说像偶像 也一样的 对祖先我们一定要尊敬 更是强调在生之效 而不是死后的敬拜 死后敬拜是没有意义的 父母亲在的时候 要好好的孝敬他们 才是我们的重点 好下一题 谢谢牧师 下一题是 多年来我接受的信息都是教我们要恳切的祷告 除了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还有就是我们祈求 只要我们不是忘求 神都会应允 可是最近有一个年轻姐妹的去世 让我很受打击 我相信很多人为他祈求 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忘求 我更相信大家都有为他恳切的求 然而结果不尽人意 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 虽然我仍选择跟随主 但我总觉得心里很难过 为此经常落泪 牧师请问我当怎样看待这件事 以及如何为这件事祷告祈求呢 是的 谢谢你的爱心 谢谢你的关怀 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彼此都要关心 彼此都要常常带导 这是神所喜悦的 而你都做了初步的这种表现 这是令我感到很安慰的 基督徒如果看见别个基督徒有苦难 没有任何的感动 这是不正确的 这也是不健康的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 如果我的右手提很重的东西 提久了以后 左手会来提 当我的右手提很重的东西 左手一直没有感觉 也没有回应 这种现象 我们称它为中风现象 今天有一些教会是中风教会 中风团契 有一些夫妻是中风夫妻 完全没有感觉 这是有问题的 我们都应当彼此关怀 彼此欠勉 这样去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 这是非常重要 然而 如果我的祷告 每一件事都蒙印银的话 那么上帝就变成是仆人 我们变成是主人 我来界定上帝 而不是上帝来界定一切 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你说牧师 我们的祷告 是一个健康的祷告 是一个正确的祷告 并不是忘求 这个姐妹是一个很好的姐妹 她却气势了 她的妈妈也需要她 另外一个姐妹也很好 她气势了 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也需要她 年纪大的妈妈也需要她 可是她却离开世界 我们为这两个姐妹祷告 可是神为什么你不垂听呢 当然 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依依不舍 我们也不明白 我在台上讲道的时候都提说 我为这件事情我也祷告 为什么上帝你不垂听我们的祈求 我不明白 说真的 我没有答案 苦难本来就是一个奥秘 是无从全然理解 可是如果我们看圣经 这位上帝 是在基督里面的上帝 也就是说 上帝是将自己的儿子给我们的神 他没有什么好处不给我们 如果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天 并不表示上帝不爱这个姐妹 不爱她的家庭 不是的 是我们今天不明白 我们不了解 上帝有她自己的做法 上帝看见了 是我们没有看见的 将来这个姐妹是怎么样 谁也不知道 我跟她的母亲谈起的时候 她母亲对我说 她说上帝要借她回去 我也没办法 但我必须相信上帝 为什么 因为将来 这个孩子会变成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这确实是真的 可能 她将来如果活着 她以后的日子是非常非常痛苦 你不晓得 因为这个姐妹身体本身 也是有暖弱的 如果 万一 她继续留下来 会变成一些我们很难想象 怎么身体会搞成这个样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在她身上 更不能荣耀上帝 相反 今天 在不可能中间 发生的这种事情 是我们不愿意的 可是我们仍旧相信上帝 这就是信心 我们深信主 不会做错事 有一个传道人 有一天他在讲道 而他是一个 残障人士 他在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上帝对世人的爱 一个无神论者 就向他挑战 说某某人 你讲你的上帝 是一个全能的上帝 是一个慈爱的主 为什么你身上 却有这么大的欠限呢 为什么你没有祷告上帝 医治你的残障呢 给你全然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呢 可见你讲的上帝 根本就不存在 台下的人 都望这个传道人 他怎么回答呢 非常尴尬 这个传道人 很快的 就回答他说 某某人 你说的是 如果我的祈祷 上帝立刻医治我 却是一个极大的神迹 可是上帝没有医治我 我仍旧在传讲他 我仍旧相信他 我仍旧不怀疑他的慈爱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神迹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基督信仰的信心 信心超越了眼见 你看不见了 可是我用信心已经看见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信仰 然后我们的生命在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走得下去 因为上帝不是摇前送 不是我的仆人 不是要完全遵照我的祈祷 去行的主宰 所以心里不要太难过 难过以后要振作起来 继续向前走 因为神如果会错 那就不是我们信仰的神 你说对吗 如果上帝的爱 不是爱到底的爱 那也不是在耶稣基督 启示给我们那位神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题是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 说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宁舍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 那其实我们真正解救和释放的是自己 听福的话语乍看反逻辑 只有深切体会才能领悟他的真谛 请问牧师既然天父是借邪的神 也是大人的神 为什么还会允许邪恶和魔鬼的存在 是的 你讲的一点都没错 圣经里面所教导的 跟魔鬼的撒但经的教导是完全不一样 圣经说要爱你的灵色 要爱那恨你的仇敌 为他祈祷 为他祝福 撒但经里头是说 要恨你的灵色 要对付你的仇敌 他如果打你的右脸 你会打回他的左脸 这是撒但经里面的教导 这是反逻辑的 然而基督教信仰就因为要爱你的仇敌的教导 使我们心中释放 使我们得到祝福 一个受伤的人 如果一直纪念伤害他的人 他的伤就越来越伤 越来越深 越来越痛苦 他永远得不到释放 如果我记得 我的丈夫得罪我 那一次得罪我 四年后 我还记得那一件事情得罪我 十年 每一天都记一次 十年 你记了几万次 对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把多少的恨 放在心里 如果几万次的恨 每一次想起 每一次就受伤 你的伤到底有多深 你的痛苦 谁能了解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不原谅对方 不饶恕对方 最后仇恨 就成了他的苦毒的根源 因此圣经说 要爱你的仇敌 要为他祈祷祝福 目的就是要我们得到祝福释放 当你原谅你的仇敌之后 你的痛苦就会随之而弃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再怀念他 你不会再想起他 他就没有办法再伤害你 这是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见上帝的智慧和奥秘 你接下来问的问题 就是说天父既然是一个寄邪的神 是一个伟大的神 是一个大能的神 为什么引起魔鬼继续存在呢 是的 上帝即可 立刻就把魔鬼给消除掉 为什么上帝不做呢 而魔鬼是一个邪恶者 是一个抵挡神的人 是一个毁谤基督徒 以神做对立的 那叫做撒难 他是邪恶的 他拦住扑音的事工 他把仇敌放在我们身上 他把苦难加在我们身上 他用尽各种方法来吞斥 那些靠近他的人 那这就是魔鬼的作为 所以作为基督徒 我们就希望魔鬼早日的消除掉 可是圣经里头 给我们看见不是这样 魔鬼还存在 那为什么呢 第一 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上帝 是一位有次序的神 他有他的时间 是按做他的时间 不是按做我们的时间 直到那一日 在末后的时候 圣经说 在启示录第二十章 上帝要将魔鬼挣扎 那永远不灭的火壶里 那个时间一定会来到 所以不是上帝不要消灭魔鬼 是上帝所定的计划和时间 还没来到 这是第一点 你一定要知道 神不是按做你的意思 是按做他的意思行得住 第二 上帝是一位可以把咒诅转化成祝福的神 魔鬼是一种咒诅 他给我们人类带来许多的咒诅 可是上帝 且借着这些咒诅 转成我们生命里头的祝福 多少人 因为魔鬼的带来的苦难 带来的打击 而转化成基督徒生命不一样的气质 保罗说到 有一根刺在我身上 是魔鬼的猜疑 魔鬼借着那个苦难来打击 保罗 保罗为这件事情祷告了三次 而耶稣 基督回答他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打击 保罗就不能更深刻的去经历上帝的恩典 并且透过那个打击 他说我学会了谦卑 我就不骄傲 一个人得意了 一个人成功了 胜利了 顺利了 很容易就会骄傲 陷入傲慢的罪恶 可是保罗因为这根刺 而学习了谦卑 你说是不是上帝的一个祝福呢 魔鬼攻击他 反而使他生命变得更伟大 记得在伊甸园里面 魔鬼去应诱亚当 而上帝也迎准这个引诱领导 为什么呢 因为亚当所拥有的善 还不是最好的善 最高的善 他只是一个潜在的善 直到魔鬼引诱他 如果他可以胜过魔鬼的引诱 上帝问他 你为什么要顺服我 为什么你要听从我 如果没有魔鬼的引诱 他只能回答说 我不听从你 我还能听从谁呢 对种的听从 是缺乏选择性的 是没有太高价值的 相反的 有魔鬼的引诱 他可以拒绝魔鬼 跟从上帝 而那个跟从 就是更高的善 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说看为好 而这个好 不是最好 最好 是他把这个善 对神的信心 忠心 顺从 在选择中间 不听魔鬼的 只听上帝的 而这个善 把它落实出来 这个实在的善 落实实现的善 就比潜在的善 更大的善 你说对吗 可惜 亚当失败了 可是第二个亚当 耶稣基督成功了 他战胜了 魔鬼的引诱试探 就说明了 耶稣基督的血 是无侠无痴的血 这说明了 耶稣基督 是有权柄 有资格 成为人类的救助 所以透过魔鬼的 这样的试探 把耶稣真正的身份 就完全显露出来 所以呢 这个祝福 就临到了众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情 是非常伟大的 因此耶稣上我们的上帝 全能的主 且透过魔鬼的试探 把耶稣的生命 彻底的表彰 让世人知道 唯有透过耶稣基督 我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 这岂不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吗 所以魔鬼的存在 表面看起来 是人类的咒诅 深入去探讨 是上帝透过魔鬼的存在 给我们的生命 带来极大的祝福 所以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相信上帝的智慧 上帝会继续带领我们 无论如何 我们也需要常常依靠神 因为魔鬼像哄叫的狮子 到处寻找可吞刺的人 因为他的存在 因为他要吞刺我 我就天天依靠神 我就需要被 穿在这个属灵的军装 来对付魔鬼 就变成无形中 因着魔鬼的存在 使我更亲近神 更依靠神 更要靠着主去 过各圣的生活 所以魔鬼存在 是不是给我们带来祝福呢 好下一题 谢谢牧师 下一题是关于 启示录二十章六至八节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乐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就是哥格和马各 叫他们聚集征战 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请问牧师 撒旦会再度欺骗天下各国 这天下各国是指哪些人呢 在这一千年 罪是否还没有被消除 还是罪只有在新天新地 才会被除灭 因为人都将已被审判 OK 这一千年在神学上叫做千禧年的国度 所以千禧年国度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所以有几种的说法 一种的说法 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他打胜了魔鬼 他从死里复活 他建立了教会 就是千禧年国度的开始 所以一致到末了 这个千禧年到最后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呢 魔鬼即使现在在千禧年国度 他出来继续在引诱人 那师父 他还有他自己的能力 在引诱列国 就是世界各地的人 使他们不要信靠上帝 做背叛的人 那所以这是指的千禧年 而这个千禧年国度的说法 就叫做无千禧年的神学观 另一种叫做前千禧年 另一种叫做后千禧年血败 前千禧年或者后千禧年 它的差别就是在大灾难前 前禧年开始 或者是大灾难后 前禧年才开始 无论是千禧年 前派或者是后派 有他们不同的说法 但是他们认为那一千年 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掌权 做王 而基督徒就跟他一起 做王 那一千年过后 因为耶稣基督来做王 他就把魔鬼捆绑 一千年之后 魔鬼就被释放出来 又引诱列邦 那我们的问题跟着就来了 这个千禧年 那耶稣基督来做王 基督徒又跟他一起做王 治理大地 是属灵的呢 还是属物质的呢 而魔鬼释放 为什么又能引诱众人呢 因为众人在耶稣治理一千年 大家都很肯定上帝了嘛 为什么又有能力 去引诱众人呢 那等等这些的问题 就变成有一些不容易明白 和困扰的问题 也因为这个观念 对于千禧年派 有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观法 所以在神学上 今天还是没有最后的定案 就是这个原因 那我个人是长老会 我们长老会比较不 比较接受五千禧年派 所以我个人也是比较认同这样的说法 因为那一千年只是一种象征的记号 是自从耶稣基督战胜死亡之后 我们的生命就由基督来长王权 我们就开始以基督同作王 来胜过一切 包括魔鬼 而魔鬼有可能有一天继续出来 其实天天都有可能 再来影响这个世界 因此我们也要很小心 所以这个说法就看你 怎么去理解千禧年派 所以这段经文 也随着你不同的看法 也会产生不同的解释 主要是这样 那我这里 不能很详细的 意义的详细的解说了 那如果你真的要上这样的课程 在神学院里面 是要好几堂课慢慢的解释 包括在千禧年国度 前千禧年 后千禧年 那一般上 那华人教会比较喜欢 前千禧年派 因为这个 这个苦难 这个大灾难 来之前呢 我们基督徒就被提了 就被提了 那灾前被提论 和灾后被提论 不同的观念 然后又进入千禧年 怎么样去度过这个千禧年 简单的 就我给你这样的回答 好吧 好 下一题 好 谢谢牧师 这一题是 基督徒可以庆祝初期人日吗 不同的牧师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说与神的创造抵触 基督徒不应该互相祝贺 人日快乐 有的牧师则说没关系 只是一个节日 请问牧师怎么看呢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世界上我们 有不同的这个节庆 哪一些节庆是可以 哪一个节庆是不可以 有一些是非常明显的 有一些是模糊的 因此 你不能很干脆利落的说 绝对不能 那很多东西 你要绝对化的话 可能 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世界上生存 相反的 如果你没有划分的话 基督徒跟非基督徒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去研究 这个人日到底指的是什么 而基督徒怎么样看华人的人日的一个观念 那是人的日子 凡是人的日子 是上帝所赐的日子 如果你这样去想的话 那就没问题 但是如果那个人日 是人来做主 不在上帝里面 那人来控制一切 人成为整个生命的焦点 那我们就应该避开 所以看你怎么去理解 好不好 所以对这些文化的东西 那需要比较多一点时间 多一点的理解之后 我们才好去做一个比较彻底的 接纳或者认可 或者是排测 或者是拒绝 用这个大原则去处理这些事物 是比较妥当 不要太随意的说yes 或者是no 因为很多的东西 不是那么一样的清楚 绝对性 但如果你说 可以不可以拜偶像 我就告诉你绝对不可以 那是很清楚 可是有一些东西不是那么清楚 的时候就比较谨慎的去处理 那是比较妥善 我只是原则性的告诉你 怎么去处理而已 好不好 好 下一题 请问牧师 教会的十字架有雕刻在上面 好像有一张脸 那是可以的吗 任何东西 在教会里面出现了 它是一个象征的符号 但是这个象征符号 如果会成为我们的依赖的时候 我们就要很小心 它随时都可以成为另一种无形的偶像 比如说你如果你到天主教会去 他的十字架是有耶稣的像 如果你到圣公会和天主教会或者东正教 你会看见很多的圣像 在天主教和东正教是比较多看得见的雕像的圣像 在圣公会比较多是在玻璃上面的圣像 就是icon 那有一些的基督徒就会到圣像前面去祷告 如果你把圣像给丢的话 他会觉得良心不安 也就是说他已经把这些圣像神圣化了 那会成为另一种偶像在他的心灵里面 因此我们就尽量避开这一切 所以基督教就没有这一些的像 可是没有像有人也可能把十字架当作另一种的偶像 你挂着十字架就比较平安 晚上睡觉之前把它放在心脏上比较好睡 所以你也可能把这个东西把它偶像化 那其实这是你心理作用 而不是真实的 那所以我们个人都要很小心 不要把上帝之外的任何一样物 把它代替的上帝在你生命中的重心 这才是重点 至于什么样的像 我觉得并不重要 OK 好我们今天就回答到这里 好各位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